接下来我们就说第二大轮的第一场是 回忆之河对这个觉醒时刻 那我们先说这个GoGoGo的Bonta 乔治的回忆之河吧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还是挺感触的 我是觉得吧如果说GoGoGo的他是一个人在外面 然后呢一个人在里面 然后像是昆塔跟乔治这样 然后一来一回的去做 做成镜子这样的一个 利用他的道具去做这样的一个舞蹈的话 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人在里面的话又塞得太满 然后反正就是我看这个舞蹈的时候是 联想到我最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是要去冲出生活的这个枷锁啊 也不算束缚吧 就是自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枷锁 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哭出来 哦真的啊 哇 很多人就是带入情感嘛 哎哎哎就是看的时候是带入情我因为我但是看到后面的我又希望说我很期待的是他们 就是一直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人在里面 然后再来回叫错的去跳的话 可能整个会更好一点 就他们试着一出来跳我就感觉就没了啊 但他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最后有一个想要突破或者是说释放的一个 结局吧 对所以我就就我是希望他们把把那个道具好好的利用起来当成一面镜子去 我突破我把这个镜子打碎的时候啊对你想那样的一个对冲出这个枷锁啊 我冲出这个束缚的话会更好一点 就假如最后那个后面的那个镜子要是向四周散开 哎 然后再一起这样一起出来跳 然后上面那个底部就会掉下去 没有有要不就是一个人在那撑了 然后三个人推开 一几个人撑了 然后大家推开 争出瞎左 就那种会会让你更有感触 对因为你看高高高的他们不跳 他们自己想最擅长的fucking 两个镜子 然后一边各个两个人去把这个舞蹈去这样呈现的话 会感觉会更好一点 你说的他两兄弟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啊 类似一样反正就是 两一面镜子去去去去做 把这个透明的这个墙当作个镜子用 就是他既可以做墙 做空间对做牢笼 你可以做镜子之类的吧 因为他有不同的穿梭嘛 就一个人出来跟进去这种感觉 又就我我只大概知道你什么意思 呃命题呢你怎么看这个作品 对我其实开始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嗯我是我是会看进去的 嗯啊看进去的原因是 呃我总在想他在表达什么 他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又去思考吗 因为有时候作品他 好看的地方并不是说他能直观的让你看 看到他要表达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你就会去思考你就会去想 跟 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我们生活中的 这个状态 有没有关系 啊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 我昨天还跟城市专门说了一点 就是最后他们四个人出来 有一起去转的一个动作 可能就一点点 可能不到四个拍吧 大家都在表达这个转 但是理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从那一点 表达方式不一样 对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是同样表达一个东西 那一点我就看出来崩塔想要突破自己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我参加那个湖南卫视的舞蹈风暴 评委有个叫 沈维老师的 现代舞和当代舞的一个大师 那他有一个作品叫做春之记 那部作品里面 就表达了 就是有一群人 我们都在表达一个 元素吧 风或者是水或者是什么 就是也是表达转的一类型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有个人在地上滚 在转 有个人是在原地站着转 有个人是蹲着转 有一个人只有手在这样转 有一个人是身体在一直在转 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他想要 突破的是他原有编舞的一个 状态和界限 不仅仅只是在 街舞里面 他可能想要再突破更新的东西 就是想要是往上走 但是 里面的含义又很深 有时候那个作品可能作者自己 他知道 因为后来我没有听到他们说 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没有听他说 叫我蛮想听工他 他怎么去诠释这个作品 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 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看阿伦看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这种看法 我昨晚看完跟你看的 看完又不一样 我其实看到这支舞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 他是真的想要突破 而且 我是蛮喜欢这支舞的一个状态的 其实很多专业院校或者是 比如说古典舞啊 现在我当代舞 他们觉得街舞可能还不够艺术的点就在于街舞太直白了 那 很多人理解的艺术其实艺术 他之所以称之为艺术就是你看不懂 就像画不是开玩笑 就是他看不懂是让你有很多想象跟联想的空间啊 而且这些东西是不需要解释的 嗯 可能我就是比如说我起个名字 女人 我有一副你看起来根本跟女人毫无关系的东西 一副画或者是我我们做一些舞蹈表达一些东西 情感表达 但是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艺术的舞蹈很多看完之后你是不会就是你是绝对不会炸的 就这么做啊 没有这种东西 这就是街舞才会有 就是我 其实这个我对我 在我来看我是觉得 羊春白雪也好 夏里巴仁也好 各有各的优点吧 对吧我们也不需要说是才一捧一 但是本塔这个作品呢 他其实就吸收了很多这种我们可能会看不懂的他 做表达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呢 我就觉得其实是 还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道理的 嗯 只是在现场如果你要 比如说98个本身对 现代舞当代舞或者是对这种可能 更难懂的一些舞蹈艺术 并不是接触很多的人 让他们看完 过了可能不到 一分钟时间就丢毛巾 决定要不要投票 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太难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这种舞蹈放在表演 很好很好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光是舞蹈部分已经比较难 比较灰色难懂 第二部分是 他选举选了一首日文歌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说是一首 可能旋律上更稍微更加动人一点的纯音乐 甚至于中文歌 我觉得中文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纯音乐好了 可能会更容易打动人一点 因为如果是日文歌 大家就会不自觉的会想说他唱是什么 我又听不懂 我也想知道唱什么 然后呢 一边在想唱什么 一边在看我看本来就看的不太懂的舞蹈 变成了一个双重的一个认知的障碍 就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而且会对他的投票 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他们干嘛 我想 不懂了 不投了 而且很多 其实你比如说像 武邪的 很多 或者是街舞这些的老观众吧 有些媒体是老观众了 来投票都是对 比如说对 狗位不爱的对乔治包括对 本塔是有期待的 就像我想看狗位不爱的 帅爆的那个 亚基 没有 没跳啊 就是会有落差 因为这一集节目是第 这今年第一集有这个媒体评审的节目 大家是抱 所有人是带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来了 期待去朝拜 很期待对准备要炸的你知道吧 都脑袋的哎呀你啊这是这究竟啊 这个我刚看了什么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啊所以票数就真的就很低 虽然很很遗憾 但是也可以理解了 就这种理解是一种啊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节目组在投票规则上 就是说你这一轮投了下一轮也可以投 节目组是 希望大家能够投票的就这么简单啊 就你觉得好 不管是什么点有打动你的点 你都可以投票 而且节目组为了让大家不做这个直接对比 是说你看完去投 嗯因为这个好处是 因为如果你两个都看完再投票 你可能对上一个舞蹈会印象会变淡变淡啊 这个问题其实去年有过 因为去年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黄霄和小潮那次对比 虽然小潮那个起舞非常好 但黄霄那个真的是非常神的一个作品 就是那个呃那个科幻的那个赛博文克那个作品 就是就就可能会大家会被现场的小潮那个呃 那个李小龙进入门的那个氛围影响 就大家就可能会更二选一的话会选择小潮 那今年改过这次规则之后到这一轮 go brothers 这一轮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理解不能啊 当然我觉得就算晚一点投票你还是理解不了 一样各有各好啊主 我觉得今年还是好的还是好的就是你看完马上投票 会比你全两个都看完再投票要好二选一其实更难选 ok 那下一个我们要说就是世界一流的觉醒时刻 卡卡还语气卡 哎呀我觉得是你 这个分我觉得是实质名贵啊 绝对好吗 真的是实质名贵 我觉得有粉丝开玩笑说那三个人不投的人是干嘛去上厕所了吗 哈哈哈那是不会的但是确实没有完美的作品 但这个作品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那绝对是四年里面都算是很好的对 顶尖作品 那你先说你先说你先我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首先我觉得用Rushka用的太好了 他的这个身段这个这个种族跳 kip up 哎呀我觉得太有味的 哦上来就是那种 soldier 上来哦这个感觉 还有那个那个女生叫吗 ch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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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ka的isolation 在前面带着他们去做哇那个分割凶的isolation 带着前面就觉得很明显 你就觉得哇这个质感 比心 春林干韩语 我是觉得有春林在编排这段舞蹈啊 就春林以前都不跳这类类型的突然间他突然间换成这种感觉比较刚的 然后比较man的还有一种动作又快速转换的这种气场的这个舞蹈 我觉得太难得啊 那韩语呢又配合一直在说那个配合吗 但我其实觉得他们好轻松啊 嗯一点都没有那个他们排练的时候翻过去那么艰难 肌肉记忆 对就是也可能是肌肉记忆吧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是觉得每个人都用的恰当好处 嗯这个舞蹈一个是恰当好处还有音乐还有一个是角色还有一个是整个这个 氛围技术表达各方面哇这我觉得就恍然天成嗯就天使感觉就是天使地利人和我就该赢啊 还有还有就是整个感官上好爽啊就是专家看着看着我起床了哈哈哈哈 就本来我挺困的很困了看了两点钟 因为今天录节目啊看了两点钟 然后看着看着哇好精神啊好久没有看到这种hiphop的舞蹈那么 就好像也就是我们很久不看hiphop吧真的好看对对对对很爽就是这个感觉很爽 然后四个人那个气场也比较吻合啊阿伦你觉得就是看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看到了以前最开始看街舞的那种感觉啊反正就是好对我来讲就是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表演 好像刚刚我就说完了对没有我说像micky说的就是像卡卡的这种种族优势真的啊整个人的感觉 这种种族优势真的啊整个人的感觉尤其是他那个平移的啊哦那个那个真的让让人无语运就是无语运那你不说一下chika这个地上起来然后还拖哦还有还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那个翻轨那个啊慢动作翻轨他不是放慢的对慢慢翻了 是吧天长看天长看就是我这个这个太恶心了太恶心哎呀这个我可以说的点太多了真的阿伦的恶心是包一层好就是好好到恶心哎呀现在看完我可开心了超爽真的是你就喜欢rushka我就是超喜欢rushka而且我这一就是这一这个作品我对chika整个改整个就哇他是谁啊嗯 他太强了吧因为各位你们要知道在录这集的时候其实在节目这种篇比chika都还没有亮相应该所以呃这一次看完这个作品我只想说这个女孩子也太强了吧 他不但完成了所有动作并且做的你好看得你根本就无法用眼睛好看得就是眼睛根本移不开太好看了就是chika和rushka这个双卡组合哇太好了一前一后完美呃但是 就是我不得不夸一下就是春琳跟韩宇啊我觉得这个舞其实他们两个主主编应该是春琳但是韩宇肯定也贡献了很多想法对就他们两个其实有一点干脏绿叶的感觉啊因为本身rushka他的 形体在这里摆着嗯就很大条然后手长脚长的就跳舞就很就张力很好看那他肯定是在一个主轴的位置啊一个核心的位置那chika个子比较小但是他动作幅度又巨大 身体又巨漂亮又能做很多很强的技巧他也会放在中间放前面位置然后他们两个春琳跟韩宇说好okok那我们主要的部分是配合两位对他们四个人的默契非常之好哇怎么做到的好厉害而且他们不但是他们一致他们的幅度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好吓人你就想一下吧我都不说春琳跟韩宇了你就说chika这么小个子的一个小姑娘 他的幅度基本上可以跟你看起来啊跟rushka差不多的就是他那个张力啊嗯真是差不多的哇太吓人了我们想看可激动看完四个人像一个人炸了直接是拍好呜真的是而且他们做了非常多很高难度的技巧就比如说一下真的刚刚你说的rushka在地上这个嗯推的这个动作 然后有一个到一个时针的一个所有人呃往下倒然后呃还有翻的还有一个是韩宇抓抓两个人中从从从从那个chika跳过来所有动作还有一个翻的对他们是技巧又多对整齐又整齐然后配合又好对又同步哎呀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错误现在看完美我太强了真的这个作品一定是 就是今年在六次街舞起舞的前五名我哎呀先放在这可能说了可能有点早啊前十名有了啊前五不好说啊哈哈真的太帅了这油库不是有的那个什么自由视角啊啊啊啊啊啊啊可以从你们那个观众的角度来看一下哇这个终于太好了各位要反复看太好看了这就是街舞这是最值给的炸真的是炸了一体无完覆的嗯啊太好了这个结果也就其实也是 很正常啦那最后一个 一个是大家可能会看了会有点搞不明白的一个作品 另外一个是就是真的是好到了极致只给的 抄诈 那就票数决关了就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 好那接下来是一波王炸的相爱2000年 对了太游大师的这个对师 我们先说一波王炸的布布和摸摸这个作品吧 这个相爱2000年啊 我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看到布布跟摸摸的时候 我就想到还会不会跳雨中曲啊 有点像啊 就是那个剧情的发展模式是是是是那种状态 有点像爱乐之城那种感觉 呃就反正就是一个就很爵士风的吧 两个人一样一样一样的一个互动 嗯我是觉得前面他们两个人那个起舞的配合 太牛了 嗯就没有错 而且是那种每个拍子都压在音乐上 环环相控 我有点狠哦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配合 嗯真的让我觉得 怎么怎么讲呢 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吻合音乐 而且那当时的那个速率是很快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速度的转换 就我快快快快快停 然后再接慢了 然后再拉脚的配合 然后还有转身啊 还有一些配合搭档的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他们其实还是用的蛮好的啊 但是看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到他们老的那个照片出来 我觉得呃是可以想象的到了 这个这个结局是想象的到了 就觉得嗯 后面就还好了啊 前面特别惊艳 前面惊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每个动作的配合 我觉得天一谋而合 哇这个感觉怎么可以 就你就感觉 补补是不是在跟他谈恋爱 米奇刚刚说到照片那个 我不知道你现场看那个 那观感怎么样 反正电视上面看那个观感不好 又是黑又是白 感觉去到了另一个另外的一个仪式 啊 嗯 当时的观感是这样 但前面呢是看的时候呢 反正有那种春天的感觉 就反正我想到的都是我跟我老婆去欧洲 冬月的时候 那还是好 前面的感觉是很好的 非常开心 看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想到的就是我跟他 尤其在跟他在荷兰看那风车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哪天的话还是要带他去日本的 去看一看映画 前面很浪漫 但最后照片出来其实不好 不应该这么放是吧 不应该放那个照片 尤其还有那个灯光的感觉 特别特别不好 就是感觉 两千年以后 那就是大家来 去的另外一个仪式的感觉 用的有网络梗吧 2000 years later 对 是这个有点尴尬 对很尴尬 就是其实你变老了就变老了 那不至于 对也没有必要把这个相片 对放这么大 对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点刀剂纸对你不能拍比如说你搞东西拍 没有看到没有老了看清楚了没有这个就有点过了 其实他们一演出来的话会慢慢走然后灯光按下来 对结束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对就结束了感觉是最好的就比如说一束灯打下来 他走从然后慢慢的走到灯里面 或者走到灯外面 就就就像一个灯入这个黑暗嘛 对的从高走到低 从一直的走到驼的就结束了就好了 对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 但是这个照片可能是最差的一个吧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啊 也就是整个情节还是比较 诙谐比较轻松的嘛 所以他们可能想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比较搞笑的 呃结尾 那这个可能跑的有点远啊 呃说回我自己的感想 我是觉得这个作品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 那最后的结尾 我觉得瞎不掩鱼吧啊 呃因为前面的配合其实确确实就让 明天说了有很多亮点 包括他们还运用了这个长椅 做了很多有关长领的一些呃 一些动作一些double一些配合 呃利用到了这个道具是很好的 还抬起来啊什么的这种 两个人呢也很有默契感觉出来 他们之间是有有有火花在的 这个其实很难得 因为他们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法国人对吧 呃而且看得出来 某某其实是是有去让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组合 作品有产生火花的产生一些新的东西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难得 因为大家都知道 步步这个起舞跳起舞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啊 这个哈哈哈 应用的好 他其实也用了 就是把步步用的不错 用的很好 而且这个作品 其实中间那个情节转换 我觉得是哎 蛮有点有点小巧思在的 就是 木木不理他吗 就就突然间就把他抱回来 躲过了一场车祸 有点英雄救美的感觉 这个就很像那种老电影的感觉 就很符合这个作品的一个基调 这里都是很符合的 然后然后两个人就坠入爱河 开始谈恋爱从最开始的一种 可能一个搭讪失败啊 然后到救他一命开始 哎接触了之后觉得这个还不错 然后就在一起了 这样这些这个从情节情节不生意 对吧 全部在舞蹈里用动作用配合去表现 很聪明 然后呢情节转换得很自然 两个人的很有火花很有默契 这个这个作品其实挑不出太多毛病 我觉得这都挺好 就是但是这个结尾不好 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因为结尾是你最后的一个印象吧 那你这个结尾如果让大家觉得啊 可能不是很聪明的话 可能会扣分 这个呢 呃 就是我站在客观的角度去去讲啊 就有的人肯定会觉得说 那这个结尾不太 我不是很满意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啊 蛮可惜的 嗯 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呃 就是哎呦 来了 是高光啊 泰鲁大师的对师 那么表演者是马晓龙跟阿基 是很好 但对我来讲的话 可能还差了一点点感觉 因为他中间不是有一段 那个他们两个跳 popping的那段起舞的时候 那个音乐不是非常的炸吗 激昂 对很激昂嘛 那那个感觉如果是 再加入这个马斯 他如果念很多很多的这种诗句 加人声在里面的话 可能那整个感觉会更好 而且你说像 阿基山他是做扫地声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在天龙八部里面的扫地声 他其实是 虽然说他开始是很很瘦的 没人知道他是谁 但他出场的时候 是整个感觉就是炸 对 对 就是碾压所有人 对 那你阿基山本来的一个设定 就是一个传奇的大师 那你既然把他当成一个扫地声 那其实他没有真正的炸出来 嗯 这就是我觉得稍微差了一点点的东西 如果你让我当时要投票的话 我可能我都 我可能会是那其中那三个不讨论的那三个 我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 首先我这里要给马斯 个手 Respect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马晓龙真的已经很顶了 他的舞蹈编排已经真的很顶了 加上这个这首歌是他自己自己录的 对声音自己录的 哇 这怎么可以有这么有才华的有才华的人 我好羡慕这种人呢 他唱爵士的那天又唱又会唱歌 又会又又懂这些诗句 对又又又理解这么透彻 而且又有自己的见解 哎 而且又会编舞人又那么帅 哇 觉得怎么这么完美 然后又配上阿基山 因为我觉得他也用用的很好 超好 就可能我是觉得 他可能跟阿伦的观感会不太一样 他可能想说直接上来扫地层是要炸的 我是觉得他们还蛮顺其自然的 就在那个人生得意徐静欢 我有一个朋友就用了这个诗句做了一个牌子 对这个潮牌 印象特别深刻 就整个人哇 就被带进去了 然后重复看了阿基在扫那个地 扫一下 扫一下进来那种状态 就很臭 就是在看到马晓龙跟他的这种配合 就也没想到马晓龙会跳爬的 嗯 就不不差哦 真的不差 就虽然说是几简单的几个动作了 那可见就是马晓龙一个是在编排上的思维 然后还有一个是运用到阿基上的这个 他整个一个形象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内在的一些东西去影响了大家 他是那种他是在外面说的那个人 那可能阿基上就是表达这句话的这个人 嗯 就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会用人 一个是用人 还有一个是他的作品 是能让人去思考能让人看得到 而且他是中国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哦 嗯对吧 他一开场在那个那个那个房顶屋顶上 那个屋顶上 哎呀我觉得那个哎呀 我就感觉一进就来了是吧 对我立马想到一个一个一个动物就是鹤 一个动物 他又穿白 你又带入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道苦情节啊 那我说一下 其实像阿伦不喜欢就是我没有不喜欢 我只是说差了一点点的感觉 那阿伦呃就像阿伦不投票 说这个呃扫地僧跟自己想象的有出入 其实他的扫地僧不是那个扫地僧 而是一个扫地僧 他就是他代表的是一个隐居的世外高人吧 那他把阿体的这个觉 这个形象等于是做了一个升级 在我来看就是阿体大家都觉得是 都觉得他是这个街舞圈的OG 呃很有得高望重的一个老前辈 并且是算是又有实力 然后又有人人品又好 那他把这个人物等于是 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变成仙了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啊 那这才应该是阿体的完全体 本身的感觉 对就升华了 人物的升华灯塔 对就好像他就有一点像 比如说他可能先从变成就有舞者 变成了一个明星的感觉 就类似一样啊 他是一个OG变成了一个仙人 一个一个呃街舞之神啊 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我但是又特别符合 对我这点特别好 而且他们俩 因为在这个作品之前 我们并没有看到 呃马小龙跟Ziko的那个配合 嗯 不跟那个作品做对比 我觉得也不需要做任何做任何对比 因为其实是不同的 对不同的作品 气质上不同 编排方式其实也不一样 他把这个比如说道具 刚刚说了吗 就是这个扫把的运用 包括他在这个音乐上的整个的这个逻辑 包括他们两个人的配合 有很多呃 比如说一些有点武术动作的感觉 前前半段啊 就非常符合音乐 非常帅气 那个扫把对 对跟比对哦 这两个一大一小 是是有孕意的哦 对一大一小就有孕意 而且是有这个就是相对应的 对相对应的啊 哇真的是用的跳到很聪明 很厉害 呃并且两个人之间就是一老一少 有一点这种哎 有有有有有有真正的一个骄傲感 对因为你其实在看Ziko跟马小龙 那个作品呢 其实是更多的有演的成分吧 因为马小龙 他演一个师傅来带你这个外国弟子 就是我教你文化 教你这个琴哪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在这个作品里是不需要演 马小龙和阿几一老一少 天然的就是一个这个形象和这个角色 放你就他就成立 对很厉害 这点非常好 呃并且在后面 他在舞蹈琴上做了升华 嗯 就是从一起跳party那个对对对对 全场直接炸 真的 嗯 他们前面用了一个意境 带你进来 用角色让你觉得 好符合 用配合让你觉得 好聪明 最后升华 一起跳芭比 所有人都觉得说 完蛋了 就大家心中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说 这会不会才是 融合街舞 街舞中国风的一个最终形态呢 大家心中 我觉得或多或少 会有这么一句话 开始就这个 这个疑问 开始问自己了 这太好了吧 我这种感觉真的 哇真的是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复制的 是很难复制 特别是在这种就是 呃组 就是临时组队凑的这个综艺节目里面 你去让他们两个 完全不同风格 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的不是一个圈子 基本上属于不是一个圈子 对对对对 凑在一起排出这么一个作品 哇这就感觉真的 这才是真正的融合 很难复制 就大家都在想了这种融合就是 不合理的 但是又合又合理 对这个就真的是合情合理 并且是高于你的强强联手 期待 强强联手 毛巾丢给他 哈哈哈哈 强强联手的真正的含义 但是96票 哈哈 就是这样 哈哈哈 说动力了是吧 哈哈哈 说说动力了啊 96票 不是你真的是被说说通 说通了还是说 只是看到我们两个说的太好了 就不好意思 确实 你自己在回想吗 慢慢去就是就是其实是被你们刚一句话说的是还是还是比较就是真正街舞跟中国风的融合嗯嗯但我也回想了一下是吧回想了一下啊确实是就我们这里也不不拿他来去跟别的做街舞中融合的人做对比没有做对比啊对因为心里面想的确实我知道因为中国风就大家都知道街舞他不是中国的产出的一个形态吗那其次是其实 怎么样才说中国的街舞大家都中处纷纭包括我们之前我没讨论过就是我在我看来其实中国的街舞就是我们自己跳的街舞我们 这么多年跳下来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的看到的我们学到的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放到我们的舞蹈里面这就是中国的街舞其实就ok了但是中国风街舞或者是国风街舞其实跟中国的街舞是不同概念国风街舞那你要承载的是这个中国的文化吗对啊那这个其实非常难 我觉得还需要探索啊不管是呃我们之前刚才看的比如说像一类粉他们这个作品啊包括我们之前看的作品特别是去年 因为国风街舞而大火的喜销师傅对吧还包括杨文涛思绪这其实都在尝试包括今年的马小龙啊 我觉得还继续走走看因为时间其实还还短啊路子还路还长 行那这个作品呢我们就聊完了那接下来呢这两个票数我们不需要考虑票数多少而只需要考虑的是胜负 胜负这个胜负上来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对吧因为马小龙这个作品确实是神啊 好的那第二大轮的比评也结束了最后的结果呢是核心武器输 再次落败输给了这一流的觉醒时刻那么一波王战的输给他们大师的对师 这一大轮可以说是 对吧这个觉醒时刻和对师实在是太强了就算是运气比较好他们两个要碰上他们两个要碰上这怎么该怎么比啊这真的是很 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这个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都觉得很难说其实就因为完全不一样对啊对啊两种风格对 很难说一个就一种就是纯的嗯一种就是新的融合对但都都是最好的都都很好都超好哎还好他没碰上没碰上也要是感谢瓶子啊不杀之恩哈哈哈 瓶子对火了火了火了 那还呃其实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回忆之河狗狗 还有乔治这个作品包括相爱2000年不不不不这两个作品都不差 嗯嗯都可以都值得大家去看去玩味的再细细回味可以可以回味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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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